海拔2200公尺的阿里山区 冷空气凝结成云 整片壮丽云海在眼前美不生收 沿着阿里山公路80K到86K樱花树 枝头绽放美丽的花朵 从桃红色的山樱花 到纯白的福尔摩沙樱花 沿途陆续绽放 可以赏烟 还有可以看我们的云海 尤其在整个云铺 在那个公路旁边就可以欣赏得到 招品车站草地变成白白一点一点 附着在炒的水滴结成了霜 受到大陆冷气团南下 阿里山游乐区11号晚间 气温降到零度 由于天气干冷没有下雪 但辐射冷却效应 温度介于零度到一度之间 游客骑乘的机车 坐垫也覆盖了一层冰霜 都差不多在一度到负一度 所以整个那个木栈道都是结霜 还有是汽车机车上面都凌结的一些霜 高雄桃园区宝来二集团的樱花公园 近日5000多株的山樱花盛开七八成 正值赏樱的好时期 因为冷气团报道樱花也跟着提早 而这样子的天气从周五开始 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 清晨各地的天气偏冷 白天气温回升 一直到周六的投票日 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TVBS新闻季健康嘉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